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51岁的蔡志坚也在十年前看到了这个市场趋势 只是比起满足时刻的味蕾 他更喜欢帮人们打理三千烦恼丝 蔡志坚给这个带轮子的理发店取名arigato arigato在日语是谢谢的意思 这个看似简单名字 承载着他心存感恩 知足常乐的人生观 我的以前老板也是日本人 这个arigato的名称也是他弄给我的 我放很多名称他们说 quick card,speed card 还是很快很快的card 如果你得不到那个目标 客户就说你干脆放慢卡好了 但是我日本人说叫你放简单好了 arigato headcard简单又好 然后客户来的时候 可以说arigato也是谢谢 来谢谢 来谢谢 回谢谢 流动理发车从2014年营业至今 只有八年之久 为此很多人都误以为 他是半路出家的理发师 实际上早在三十多年前 他就跟理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三个姐姐都是做理发店的 我是小的时候去跟他们学学 刚开始是学习洗毛巾 毛巾洗了就洗头 才开始洗了石头 然后再没多久我就去出外国 再学 交流 分解是新朋友 学习他们的新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 剪法 然而碍于母亲 男性从事理发师会变得 女性化的传统观念 蔡之间当时没有追随 三个姐姐的脚步 直到十年前父母相继患病 为了方便照顾他们 他在萌生经营流动理发车的念头 还没转行这行的之前 我是做很多看工 做刺 乐本餐厅什么什么做 别人说我父母亲照顾的时候 我是找不到工作 他说很可怜 去做工 切身 至少给他炒油衣 人家说我请你是帮我做工 不是来请你来照顾你父母亲的 他们是一个是中症 一个是死肾 流动理发车是从他购买的 裸理改造而成 车内的空间虽然有限 但是设备一点都不输 传统的理发店 值得一提的是 车内不少的设备 都留有他DIY的痕迹 刚开始2014年 是完全没有人做这行 也不能怎么去设计 也不会怎么去做 所以说 那时候是一直求他 还是给他很多设计 我想是做这100%太阳能 他们说太阳能不能用 不能用 不可能可以用 那没关系 他做他们的系统 发电机 家里充电 做了差不多两年多了 全部坏掉完了 问他修怎么办 他说算很贵 然后叫过来 重修检查掉50块 不修 那时候不修的时候 怎么办 还朝自己去写 把自己也是有兴趣 把设备全部慢慢一点点 转到钱一点 慢慢盖 改装那边太阳能了 现在变成是180%太阳能 每一天的下午4点 到晚上11点 菜市监惠 开着他的流动理发车 来到吉隆坡 闻两岗翠湖园一带营业 以前那地方 现在迪萨斯大巴那边 有排队 这边是新地方 是刚拿到来生而已 刚做一个月多 这地方是新地方 很多人不认识我 有时候是一个两个 有时候好点是四个 也不一定 现在慢慢来 要时间 先给他们认识我先 平日的他是一手 包办所有工作的理发师 可是到了周末 和公共假期的时候 这份工作就变成了 一家人的出游 妻子和女儿都会上到车上 助他一臂之力 我三个姐姐都是开立法店的 在车上跟店有很多分别 你在店 你一定要在店看着 你人不在 他们不会来 一个人坐 请不到人 这个师傅 他要工钱太高 我们请不起 那我们自己来 有店有店的好 有车上的车上好 其实这个是做自由自在 我在51岁了 能坐多久 我也自己 不能想 想不到什么东西 小孩子还小八岁而已 能做多少 做多少 能给他生存 给他长大了 做好本分 就是够了 还没想到说 怎么开店 怎么想这么大东西 像MCO这样的问题 怎么去想 不敢想 先做好自己本分先 由于理发车 没有水源设备 他们只提供 修剪头发的服务 无论男性或女性 收费一律二十令吉 大人小孩子就一样 减多减少就一样价钱 那本人是说 先服务好才拿价钱 我是做的时候 是不会去想到赚钱 做好是自己本分 做服务先 有些说 减完了表现好的时候 我是收二十块 他就给我三十块 我说老板你给多了 你应得的 你的手工可以得到 他们来到 他不能先买汽水 喝了清理车 不用给人钱 不用不用 我请你喝 你吃饭没有 先吃饭先 我请你吃 就是说你服务人家 你就会报恩 很多人都以为 菜之间经营流动理发店 纯粹为了摆脱 店租的束缚 和方便照顾家人 实际上 除了晚上经营的 理发生意之外 他也会在白天的时候 给行动不便的病人 身上人士 和乐林人士理发 面对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士 他还是会象征性地 收取20令吉 他们去的时候 叔叔 我是以前有钱 现在没有钱 你怎么办 那怎么办 给多少 我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说没有是任何理由 你给我多少 我拿多少 这个服务是办 办三四来讲 不是只是说三四 三四是完全不用钱的 你赚得有资金才可以做 你没有空怎么做 所以我做这方式 是说20块 还是说能给多少 做多少 做到我能退休就退休 不能退休 等做就做到晚了 在上座我是可以跑来跑去 可以跑去给帮助那些需要人 没有交换的 不方便的 还是说完全不能到的 付他们服务 十年前 蔡之间在照顾患病的父母 时意识到 当一个人因为病痛 而丧失了行动或自理能力 剪好头发这样简单的是 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 找回活下去的力量 头发长了 你不剪好来 他们会很热 长东西 长得臭皮 没有洗 很脏 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的 看到很可怜 所以我感到 我就是说帮服务这样子的 当时帮我母亲 我的爸爸做那个功德 人家做功德是要用钱做 我是用自己手艺剪发头发 给他们轻松 干净 容易洗 容易打理 当一个一个 做一个是功德 就是帮我妈妈 我们知道 他们也是因为我妈妈 都是很喜欢帮人家 蔡之间继承了 父母助人为乐的品德 虽然这个带轮子的理发店 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财富 却让他的精神世界 无比富足 牵线视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